怎么回事 一大堆怪兽被关在笼子里 他们的表情十分郁闷 而对面的小迪迦和小赛罗 则表现得非常兴奋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 事情就在早上 两只长相奇怪的怪兽 堵在了小艾克斯上学的路上 两人将小奥特曼围住 逼迫小奥特曼 交出书包里的玩具和食物 并且还警告他不能回家告诉爸爸妈妈 小艾克斯 你这个书包也太寒战了吧 就一个汉堡都不够我俩怪兽兄弟塞牙缝的 记得明天上学的路上多带几个汉堡 孝敬我们俩 随后怪兽还打伤了小艾克斯 因为刚刚小艾克斯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你们两个臭怪兽 我们奥特曼不会怕你们怪兽的 马上他们就会过来为我报仇 眼前这一幕 刚好被远处的小赛罗和小迪迦看到了 由于两人的力量 现在还不足以打败怪兽 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机智的办法 去帮助小艾克斯报仇 他们首先在笼子里摆上美味的水果 然后躲在附近大树的后面 等待着计划实施 不一会儿大渊种怪兽朝着笼子走来 他应该是看到了里面有可口的水果 一下子口水直流 随后就直接钻进笼子里 大口大口地吃着水果 样子也属实滑稽 这时小迪家赶紧跑过来 将笼子们一贯 他们的计划就这样成功了 小伙伴们 我们这个美食陷阱还不错吧 这些愚蠢的怪兽 马上都要被我们关进笼子里 赶紧扣三朵小鲜花 夸夸我吧 就这样 小赛罗和小迪家 捕获了好多只怪兽呀 他们现在全部都被关在笼子里 脸上的表情透露着郁闷 没想到 这些作恶多端的怪兽 竟然有一天会在狗笼子里生活 这俩小奥特曼想想就激动 赛罗奥特曼感应到 这里有大量怪兽聚集 然后就直接跑了过来 小赛罗小迪家 你俩又搞啥飞机 你们对面怎么有这么多怪兽 而且他们还都关在狗笼子里 抓这么多怪兽 就连我都办不到 你们是怎么办到的呀 这时 身后的黑暗闸鸡喊了赛罗 赛罗大哥 请问刚刚吃的水果还有没有了 我现在还想吃 所以这也是太馋了 你这个炸鸡都已经因为嘴馋 被关到狗笼子里了 竟然还敢问我要吃的 你这个智商真是低到可怕 随后好多怪兽都开始要起来吃的 给我吃的 我要吃水果 你们这一群怪兽都大难临头了 竟然还想着吃 真是对你们无语了 小伙伴们 谁能告诉我到底该怎么处理 这一批怪兽 这个智商当宠物也不行